湘飞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这个传说中的美丽而神秘的女子,被编成故事,写进了小说,搬上了迎评,金庸在小说《书见恩仇录》中就描写了湘飞,把她称为香香公主,陈家洛幻想通过香香公主反清复明,电视剧《风流才子纪晓兰》中还把湘飞和纪晓兰扯到了一起,剧中的湘飞不但会武功,还会天香功,她能发动气功,使全身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电视剧《环珠格格》则把湘飞称为寒香, 说她全身自带奇香,香妃的故事越传越深,她的身上有太多需要解开的谜团,比如历史上真有香妃奇人吗?她来自哪里?她为何进京?又为何能成为乾隆皇帝的妃子?她的真实容貌如何?她是怎么死?特别是她的身上为何会散发奇异的香味?这些疑云迷雾在考古香妃幕以后都找到了答案,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其实,在乾隆后宫四十余名嫔妃中,并没有一位封号为香妃的妃嫔,但确实有一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妃子,她的封号是荣妃,在青史稿,列传以后妃中记载有乾隆帝的荣妃介绍,荣妃和卓氏,回部台籍和札麦女,出入宫,后贵人,累进为妃,红,唐邦志编写的《青皇室四谱》中也有荣妃的记载,荣妃和卓氏,台籍和扎赖,麦,女 出入宫四号为贵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以客乡内职,册封荣妃,三十三年十月,近荣妃,五十三年物申四月十九日,足,清朝官书,清文献通考中第细考,记载荣妃的条目是,荣妃和卓氏。 台籍和扎麦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封荣妃,三十三年六月,进封荣妃,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清代历史文献考证得出,香妃就是乾隆的新疆维吾尔族妃子荣妃,清宫档案明确记载,荣妃生于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一七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他的家族为何卓,是新疆回教始祖派嘎穆巴尔的后裔,所以荣妃也被称为何卓氏或何卓氏,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大小何卓,发动叛国叛民, 的暴乱,荣妃家族反对叛乱,拥护清政府,配合清军平定了叛乱,荣妃家族因平叛有功,被乾隆帝赵至京师为官,为了报恩,他们将荣妃送入皇宫,服侍乾隆皇帝,所以,荣妃是自愿被家族送进皇宫的,而不是传说中,通过选秀女的方式进宫,荣妃在乾隆二十五年,一千七百六十,正月入宫,被封为何贵人,她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位维吾尔族妃子,乾隆对荣妃十分宠爱,因为 荣妃信奉伊斯兰教,生活习惯与汉人不同,乾隆帝就在饮食,服装,居住,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给她特殊的观照,允许她在宫中穿回族服装,并在宫中设有回族厨师,还特别为她在圆明园方外观大理石墙上刻了古兰经文,荣妃入宫不到两年,就被晋升为荣妃, 并于七年后被册封为荣妃,乾隆帝对她非常天爱,总是赏赐她珍宝,银两和服饰,还经常带她出巡,打猎,登山,祭祖,去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五十三年,一千七百八十八,四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四日,荣妃在圆明园病逝,终年五十五岁,荣妃死后,乾隆帝将她葬在了河北省宗化市青东陵的玉陵飞园秦里,考古学家在荣妃的地宫中发现了棺木,大量的珠宝, 丝植物以及荣妃的头骨和发便,专家们对荣妃的头骨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后得出,死者是一位年于五旬的维吾尔族女性,专家们又对荣妃墓中发现的发便进行了化验,通过分析荣妃发便中的微量元素成分,得知荣妃的血型是O型,专家们根据地宫发现了荣妃遗骨,推测荣妃生前的身高位163.71厘米,遗骨本身无任何香味,从遗骨的化验分析中也无法得知它身上散发香味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分析,其实香妃身上的异香来源并不复杂,因为香妃喜欢在头上戴沙枣花和佩戴沙枣花香囊,这种花香味特别浓郁,或许这就是它身体散发香味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说法,香妃的像与它的叫名有关,它的叫名是西帕尔汉,维吾尔语的意思是香气逼人,清代的女子大多没有名字,只有姓氏,后来人们为了怀念荣妃给她起了一个维吾尔族名字,买木热艾滋木, 贾姆利兹木,也有称她为一帕尔汉的,其实这三个名字都是指乾隆帝的荣妃,荣妃和她的家族以和亲的方式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根据史料的记载,荣妃,何卓氏,回不台急扎赖女。 初入宫,号贵人,伟进为妃,也就是说乾隆朝的荣妃就是香妃,荣妃是她的正式封号,香妃是民间对她称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文物工作者打开了位于青东陵中荣妃的墓,结果发现墓主人的服饰为回不服装,而且棺木上刻有阿拉伯文,既然荣妃就是香妃,那么香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914年,故宫古物陈列所从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调来一批文物搞展览,在香妃的画像下做了一段注释,写到香妃是回部的王妃,后来召会平定新疆,乾隆帝把香妃纳入宫中,但皇太后非常不满,惠地宿斋宫,急召妃入,赐一死,香妃被皇太后赐死的说法流传甚广,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根据史料的记载,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死于乾隆42年,1777年,而香妃是死于乾隆53年,1788年,比皇太后晚死11年,因此她不可能是被皇太后赐死的,那么香妃到底是因何而死呢? 对于香妃的死因,通过翻阅清宫档案,我们发现太医院的太医无意之中泄露了秘密,按照清朝的规矩,太医凡是给皇帝,皇后,妃凭看病开药,都会留下相关卖案,作为记录存档,在浩如燕海的清宫档案中,人们发现了香妃临死之前的一些遗案,综合其他档案材料,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乾隆40年,随着令皇贵妃病死,后宫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妃,容妃,也就是香妃, 未居第三位,但从乾隆50年开始,容妃就很少公开露面,参加宫廷活动,大概是患病了,不过乾隆帝依然经常赏赐经常她东西,到乾隆53年,留下了三条香妃的遗案,容娘娘和生机珠子伞,用珠子三前,24日花应池等请得,容妃娘娘和生机珠子伞,用珠子一前五分,乾隆53年3月15日,容妃和人伸珠子伞一料,用过五等人伸以前,根据中医学专家们的分析,香妃所用致病的药物, 为生机脸疮,去俯生新制品,他们据此推断,香妃可能患有拥居疮痒,或者是褥疮之类的疾病,在此后不久,即乾隆53年1788,4月19日,香妃病死于圆明园内,十年55岁,文物工作者从香妃墓中发现了已经花白的发便,与史料相记载吻合,综上所述,可见香妃并非是被刺死的,而是死于疾病,根据青石稿, 青石路等官方文献的记载,乾隆皇帝的后宫中确实存在过一位来自回疆的妃品,荣妃经过诸多青石大家的考证,一般认为就是传说中的香妃,青石稿,列传仪后妃,幽宰,荣妃,何卓氏,回不台籍何闸赖女,出入宫,后贵人,累进为妃,哄,除此之外,根据青石路,高宗石路的记载, 我们还能较为明确地看出荣妃所得乾隆皇帝的恩宠程度,一,作为乾隆皇帝的后宫妃嫔,荣妃得到皇帝特赐,准许日常这本民族服饰,而不是传统的满洲服饰,二,为了解决荣妃的思乡之苦,乾隆皇帝特意为其修建了带有回疆特色的宝月楼,关于这一点,青石研究大家孟森先生也进行过相关考证,认为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院中一楼,以为藏交之所, 宝月楼驻回教礼拜堂,内附之回民居其旁,巫舍皆用回封,以岳飞翼,荣妃所得恩宠程度,可想而知,三,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携当时尚为嫔位的荣妃,开始第四次南巡,南巡途中,乾隆皇帝瑞荣妃关怀备注,口味示意,名贵难得的菜品,更是品品恩赏,乾隆四十年,入宫仅十五年的荣妃,便位居后宫第三把交椅,地位超过了诸多老资格妃嫔, 除了官方正史的记载,诸多坊间传闻,也是笔记,对于乾隆皇帝恩宠荣妃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还诸格格中,被迫入宫的湘妃命死不从,不惜刺杀乾隆皇帝,以首贞结,以名新智的桥段演绎,就取自于,清朝野史大官,对湘妃的记载片段,根据清朝野史大官的记载,遇刺后的乾隆皇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义无如何,但实时兴其宫中,坐少选,即出,游记其九,而致可改也, 能让乾隆皇帝这样一位自负到极点的皇帝,如此耐心,平和地对待一个女人,而且是想要刺杀自己的女人,可见乾隆皇帝对荣妃的迷恋程度,不管是官方正史,还是严实笔记,都能证明乾隆皇帝对荣妃的极度恩宠,这似乎也完全符合乾隆皇帝风流成性的角色认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真实历史上,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恩宠一个来自回江的女人,果真是风流本性使然,或许,我们误会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固然风流,但其对于荣妃的恩宠,绝非因为荣妃的冒绝力,且生而体有一乡,荣妃之所以如此受宠,乃系乾隆皇帝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乾隆22年,回步大小合卓发动叛乱,荣妃的母家,与南疆拥有地区统治权的合卓家族,配合清军作战,立下战功,而受到了朝廷的表彰,叛乱被平定后,乾隆皇帝论功行赏,将荣妃的叔父加官尽绝,为了表示同大清勇士修好,誓死效忠的态度,作为政治联姻工具的荣妃,便被送到了紫禁城,成为了乾隆皇帝的后宫妃嫔,对于当时的清廷而言, 大小合卓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但新疆地区并未进入到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此时的合卓家族对于维护新疆地区的安稳,对于朝廷与新疆地区推行因俗而至的管理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如同清初时期的满猛联姻制度一样,利用政治联姻将边疆维稳的成本降至最低,实现皇权集中的利益最大化,才是乾隆皇帝最想看到的理想状态, 而这一切,只需要乾隆皇帝对荣非加以恩宠就能实现,如此政治交换,乾隆皇帝自然最为重义,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在民族政策上一贯奉行首重满洲,民族分治的基本原则, 对于汉、蒙、回等民族实行恩威并举统治方式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同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维护和培养,作为统治阶层,清朝皇帝最起码要在首重满洲的基础上,在表面上做到各民族一视同仁,不高低见贵,大小合着叛乱被平定以后, 乾隆皇帝的权威,地位进一步稳固,中央集权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大清王朝也已经出现鼎盛模样, 这时候的乾隆皇帝更需要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这就要求他必须在各方面表现出对各民族平等的恩宠和爱护清朝皇帝的后宫中历来有满,蒙,汉三族妃嫔组成, 经过大小合着叛乱以后,乾隆皇帝深刻意识到回江地区对于统治根基稳固的重要性, 这时候来自于回江地区的荣妃自然会成为乾隆皇帝对外宣传民族政策, 彰显皇恩辨识天下的政治工具,正如如意传所演绎的那样, 见到乾隆皇帝如此恩宠寒相见,回江民众对于乾隆皇权的感恩和拥护程度便大大提升, 这才是乾隆皇帝恩宠荣妃的重要原因所在,自复查皇后崩世后, 乾隆皇帝便放开了心性,逐渐变成了一个风流成性, 见有惭德的好色之徒,后世流传之福康安时高宗所生, 乾隆皇帝数次难寻的主要目的,乃戏盖以扬州妇女, 素有艳名,心识勿之,乾隆皇帝寻姓扬州,令男子退出村内, 不禁妇女甚至祭皇后为了规劝乾隆皇帝远离扬州受马, 以免玷池圣德,不惜国祖所,罪记者而悍然不顾,乃至自行断发, 上述历史传闻虽然有着杜撰成分, 但也足以说明乾隆皇帝的风流成性, 荣非入宫的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虽然已经五十岁, 但此时的他已经基本实现了继位之初的政治宏愿, 皇权集中达到了鼎盛,便开始将主要精力用在了个人享乐和风流放纵上。 如此背景之下,一个带有抑郁风情, 而且成熟妩媚,身段妖娆的女人, 自然要比那些九世乾隆皇帝的满汉妃嫔要更得恩宠, 而且诸多识人笔记和坊间野史都曾记载了荣非欲荣未尽, 芳香习人的迷人特点, 而且他身上的这种香气既非花香, 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齐方亦附, 沁人心脾的体香, 如此难得美人,乾隆皇帝自然会恩宠非常, 奉若至宝,作为一代职业帝王, 尤其是将清朝推向鼎盛状态的帝王, 乾隆皇帝之所以对天生异乡, 不假勋慕的荣非极度恩宠, 固然有着风流的本性使然, 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政治联姻, 民族政策的积极考虑, 清朝统治阶层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 与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远远超越了前朝历代, 其中,乾隆皇帝所做出的贡献, 绝对不容忽视, 更不容磨灭。